可搞笑你拍戏真的就这么难吗 无礼说我真的会谢 不过话虽是这么说 粉红泡泡却还是有的 快看这是过七戏吗 分明是过年啊 当搞笑女意到搞笑男 这综艺还能看吗 即使第一次上综艺就全素颜 赵露丝也丝毫不怯场 进而几次贡献出自己的大嘴表情包 果然美女都是傻夫夫的 没有人可以逃得过搞笑女 其他女星在片场都是唯美出大片 赵露丝确实大了一出奇迹 最近她与无蕾合作的心汉贪婪正在热播中 前有无蕾直播寻马叫 后又有赵露丝片场寻骆驼咀嚼 额露丝 我说咱能不能淑女一点 在片场 单位无蕾也是轻轻松松 沙雕又可爱 领导蕾只能笑个不挺 三十弟弟要给露丝穿鞋 好不容易穿上了 刚牵起手却又被衣袖捣了乱 果然搞笑女 连衣服都是仿浪漫版本的 关于承恩片场等稀释 更是细经上身 假装终于给她把脉 还直言太有喜了 这是可以说的吗 此前露丝与杨阳合作时 杨阳更是不把露丝当女孩子看待 玩护车休息时绝不留情 正值得两人在片场打起来已经是日常了 杨阳也在采访中不小心收出了对露丝印象 估计露丝听到后会想立马坐飞机来揍她 看得出大家都很优得露丝胡闹 就连白露都拿赵露丝没办法 同坐一辆车时 赵露丝非要帮白露拍照 还没有变夸夸小能手 但当白露看到成品时 无奈到只想砸手机 打着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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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不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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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样 诶 我现在的心情真怕不在心脚 我抄了 这有那么好强 我相信你 我抄了 太美了吧 我抄了 我抄了 这有什么强 啊 四十岁 我抄死了 别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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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露丝开的舞 是不是像极了你和你的冤种闺蜜 两人真的都超级可爱了 有网友善出与赵露丝互关的第七年 她从一个小网红到一线女明星 没有骄傲 没有因为网友是一个普通人而取关 她依旧是那个单纯可爱的小女孩 就像有粉丝在机场问她要微信 因为她知道那是自己的粉丝 所以就真的同意了好友请求 这恐怕是内于唯一一个被粉丝公然要到微信的女明星了 她用实力证明一路走来的努力真的没有白费 相信她以后也可以走得越来越远 也会有更多人喜欢她 你又是什么呀 亲爱的河 亲爱的河 亲爱的河